樱桃是一种非常好的预防老年痴呆的水果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罗西西博士的频道 最近好几批从海外运输到内地的车离子 也就是樱桃被剪出有新冠病毒的阳性 所以在很多商场就紧急下架了这些车离子 很多市民都很担心 所以车离子的价格最近是一落千丈 所以很多网友们都戏称 无意之间就实现了车离子自由 但是今天罗西西想要跟大家讲的是 就是这些车离子 也就是说樱桃 事实上是一种非常好的预防老年痴呆的水果 而且这些检测出的新冠阳性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官方其实也出来辟谣了 就是说这些车离子核酸检测出来阳性 有可能是活病毒 也有可能是死病毒或者说是病毒的片段 不一定代表它有传染性 只要你买过来注意守卫生 吃之前把它给洗干净 就不会感染新冠病毒 所以这段时间如果发现自己记忆力不好 或者说自己的父母记忆力不好的 恰恨车离子现在正在降价 其实是可以多去买一些的 其实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了 像浆果类的食品都是能够预防老年痴呆的 尤其是车离子 我们如果要细说车离子里面是什么物质 改善了一个人的认知功能 具体分析下去主要是一种叫做花青素的营养物质 花青素是一种抗氧化剂 也是一种很好的自由基清除剂 因为老年痴呆跟神经延性有一些关系 而自由基清除剂是可以降低乳内的这种神经延性反应 这些而且都是有实验的证据支持的 曾经有一个研究 它主要纳入了两组人群 一组是吃樱桃的 一组是不吃樱桃的 发现长期在餐前或者在餐后 食用樱桃的这一组人出现了口语流畅性功能的提升 并且还出现了记忆功能的一些提升 除了能够改善记忆以外 吃樱桃的话 它还是有利于降低血压保护我们的血管 老年痴呆很大一部分因素 也跟脑血管的硬化也是有关系的 除了以上优点以外 吃樱桃还有很多的好处 譬如它的维生素A的含量很高 如果晚上有夜蛮症的 或者说眼睛看东西经常看得不太清楚的 可以多吃樱桃 此外樱桃中含铁也是在食物中位居前茅的 当然如果要补铁的话 最好还是食用动物来源的一些食物 比如说像吃动物内战 但是如果要吃水果的话 樱桃应该是最佳的选择 此外樱桃还有一些特殊的作用 比如使用它之后 可以促进你的褪黑素的蜂蜜 可以帮助大家睡眠更香一些 如果你是一个痛风患者的话 吃樱桃也是有助于缓解痛风的 那可能有的朋友会担心 那后面樱桃价格上来之后 那我不能吃樱桃了怎么办 事实上上面的这些功能 在大部分的浆果类都是 作用差不多的 比如说像草莓 樱桃 桑葚 葡萄 要担心的一点 主要是它们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农药的残留 所以像吃葡萄 吃樱桃 吃草莓 建议大家 首先先用流动的清水 清洗树池之后 然后将它们浸泡在清水中 浸泡个30分钟左右 然后再把它沥干了之后再吃 这样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农药的残留 好的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视频 樱桃被查出有新冠阳性 所以价格一落千丈 但事实上只要做好手防护洗干净 事实上这种检测出来的阳性 并不一定代表你摄入之后会得新冠肺炎 而樱桃恰好又是预防大脑认知下降的 一个非常好的水果 所以鼓励大家多吃 此外不单单是樱桃 大部分的浆果类也有相似的作用 但是要注意的人 主要是上面可能会残留一些农药 一定要充分清洗后再摄入 好的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有什么对老年痴呆的疑惑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会积极的回答大家 我们下期见